然後只要威廉一跳錯 然後他就這樣 逼 然後走步 他這樣子逼了五次 然後威廉已經心情很差 因為他已經不會跳 他已經在慢慢學了 直接衝過來 然後把阿偉抓起來 然後丟地撒起來 可是我在演藝圈啊 就是跟天心一樣 已經近30年了 我們就是靠著假面在活在現在 不要啊 要下水好不好 不是 我告訴你 能夠在演藝圈 屹立不搖 我們一定有我們的能力 所以呢 不要說假 就是有時候我們大家都要演一下 對 他們剛剛 公面的時候擁抱 那個擁抱多假 對 然後他們兩個的背影就這樣 在那邊尷尬喔 我真的有看到 我跟他以前真的是有不一樣的 我們不是好朋友 但是我們那一陣子的那個狀態 是很特別的 因為其實到了中年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你會覺得 一起出道的朋友 有一些一起的回憶 對 所以我要講的是 演藝圈或是所有你在工作的環境 都是真真假假 假假真正的 假假真正 對 我們每一個人一定都有一個界線 跟一定有厲害關係 我絕對不會跟人家翻臉 到了這種年紀 你喔 都是朋友多一個是一個 你不需要翻臉 就像你說小瑋哥 他對我真的有真心嗎 沒有 有啊 他只要抽 他只要抽抽 我抽女神耶 我還不愛你喔 如果今天你沒有辦法抽到他成了 你還會跟他當朋友嗎 還會聯絡他嗎 我會喔 也會 我會照以前就認識了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你不能界定說這個人 有沒有把你當朋友 一定是假或是真 不能這樣 有時候太真的朋友 反而不長久 我們說真的在這個行 你工作久你會發現 應該說那個假是一種禮貌 對 把那個邊界線拉出來 對 對 就像我跟他很好 但是你說我們有沒有利益關係 我很感謝小瑋哥 我講一個秘密 我要離婚以前 因為我怕被打扛 其實我很早就簽字了 我如果他跟我沒有厲害關係 他不假的話 我還不敢告訴他 因為他跟我是生命共同體 我告訴他我最放心 他不會去被打扛我 可是如果我告訴了另外一個 我真心一起長大的朋友 他搞不好不小心跟他公講了 講出來 這還被打扛了 所以有時候 有厲害關係的朋友 不見得不好 好不好 對 漂亮 這是不是既有學問有深度 也做到一點效果 小瑋哥 就是 因為你是團體出道 對 然後想問說 就是團體中 會不會很容易發生摩擦 因為畢竟人多嘴閘嘛 然後 然後有時候又要因為要維持形象 然後要去 就是假裝是好兄弟 不能說假兄弟啦 因為我們 因為簽在一家公司 我們不可能說 我先跟他吵架 我就要離開了 那就是我要違約嘛 那我會有一些要賠錢 或是說 粉絲不喜歡這樣 或是你自己的工作就斷掉了 那我們自己男生團體 就我們團而已 我們不太會累積吵架的東西 我們會直接發洩出來 就直接可能就直接打架 或是直接賣 你們有打架過 我沒跟他打過 可是阿偉跟威廉兩個打起來 帥喔 為了什麼而打 為了什麼 為了練舞 那個事情我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 那時候我們試了 你是不是跟他說 要打去練舞是打 對 你也在講假的嘛 真的 這個我發誓是真的 你敢不敢發誓 你剛剛那個三個閨蜜是什麼 是真的 你發誓啊 發就發啊 反正做節目嘛 發啊 還這樣發 發就發 對 反正就是 因為威廉他的跳舞 他的那個慧根 就是很差 所以他每次都是要 我們全部的都練完了 他一個人要再練舞就是 慢慢的練 那時候阿偉就 很白痴 阿偉就在他後面 然後感覺像教練那種感覺 很輕撲 然後一直在盯著他跳舞 然後 只要威廉一跳錯 然後他就這樣 嗶 嗶嗶 然後走步 走步 走步 然後又來一個 可能往左邊跳 或往前面跳 嗶嗶走步 然後 他這樣子 嗶了五次 然後威廉已經 心情很差 因為他已經不會跳 他已經在慢慢學了 直接衝過來 然後把阿偉抓起來 然後丟地上 然後準備衝過去 這時候 我跟敖萱兩個人 在後面 就是我們在喝水嘛 然後我們在後面 就趕快坐下來 打打 快打打他 打他啦 打了啦 太誇張 快打了 然後後來他們就 就是推推推推推推推 好推完 兩個人發洩完就沒事了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這樣工作的情誼 然後團體這樣子 讓我們培養感情 其實是 是還蠻好 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真的 我承認啦 男生真的有時候 打一架就算了 對啊 男生比較不會這樣 女生反而麻煩 而且女生有時候 不是你想 我們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是 我就記得以前 我們唱校園的時候 是我們公司會說 你要注意天心 我就想我要注意他什麼 因為大家會自己設定 他們會設定 我們是競爭的 那其實你對他 因為你會覺得 如果我的個性 我是比較 其實我本質是三八的 我會想要跟他做朋友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常了解 可是公司會說 你不要跟他太好 會 因為你們是對手 有厲害關係 然後公司也會說 你要看他的表演 他是你的 就是 當然不是惡性的 你應該要把他當成你的對手 如果你跟他太好 你會不會忘記了 這樣子 講多了 唱片嗎 我媽媽 我也沒有因為這樣賣得比較好 對 唱片 唱片 兩奔 唱片 唱片 8人 唱片 請 演奏